實際算的話,兩百年頻率洪水可能是4萬7ms 現在是2萬5千7ms 所以這個議題大家算不提 因為百年也沒人知道,什麼叫兩百年頻率洪水 我們現在水力工程師,最大的困擾是 我們以前讀水文、大二水文 叫教學中算,什麼叫兩百年頻率洪水 現在算不出來了 因為每一年都有singularity 去年的波拉克降雨造成將近七百年的死亡 這個黑的點是世界極直 這個紅的點是莫拉克的降雨 所以我們是接近世界的紀錄 我們是接近世界的紀錄 奧運要是有比賽的話,我們就拿了面金板 我們是接近世界紀錄 中度颱風,提醒各種中度颱風 那為什麼一個中度颱風會有這麼大的降雨 為什麼日本下三百毫米的雨量 我們就飛下到三千不可 因為我們的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讓地勤的加成作用 所以我們的降雨呢 同樣的颱風過來,我們會比貝利畢下的慘 我們會比很多國家下的慘 因為我們的四千米的中央山脈 讓所有的氣流 讓我們確保每一滴水都降在台灣的島上 那,自然因素 人為因素 都造成我們今天水資源的所有的課題 你們比我清楚 山上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地質狀態 它再加上這麼強的好降雨 所以我們當然 單位面積的離沙山要超過黃河 可一點都是surprise 921以後呢 整個中台灣的這個支配呢 全部破壞掉了 所以921到現在 20年 中台灣的說明是 颱風毫米吐石流 颱風毫米吐石流 這次呢 莫拉克的破壞 遠超過921 遠超過921 所以呢 今年這個 過年的時候 南台灣下了一場 150毫米的雨量 就造成吐石流了 過去大概500毫米才會有吐石流 所以今年這個汛情也會非常的難過 或是今年 未來20年的汛情都會非常的難過 然後壞消息是 上個月又發生了一個地震 就把甲建附近的所有的土 全部給搖鬆了 所以今年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不曉得該怎麼辦 今年是一個 不是今年 未來十年 都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這是我們的農業奇蹟 我們到山上 可以種出最好的溫帶水果 最好的水蜜桃 最好的柿子 最好的茶 大家每個人都有份 每個人都消費到了 這是我們的農業奇蹟 這是我們的農業奇蹟 OK 我們的農業奇蹟 然後呢 這個 大部分的風 一大部分的崩塌地是 開路開出來的 人不要去根本沒事 你一過去就產生崩塌地 這是在80 待會再跟他 這張圖是在真風水庫 這是我一個荷蘭的雲六星 所照的照片 原來的地表在這裡 現在的地表在這裡 這是一個人的高度 它大概170公分高 這些圖全都跑哪去 這些圖全部跑到真風水庫去了 然後呢 土石流 你們每個人都知道 1984年 剛剛你們老師講 1984年 我剛剛拿博士的時候 土石流是少數專家在講的非常專業的語言 根本不知道 沒人知道什麼叫土石流 那時候大陸拍了兩部黑白片 在全世界放 所有的conference都放了兩部黑白片 你們想說 哇 這叫土石流 現在台灣五歲小孩子知道什麼叫土石流 為什麼 不是人出了問題 不是土石流出了問題 是人出了問題 你跑到土石流 要經過的地方 當然出了問題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這個是 International Attraction 這個飯店 並不在何旁邊 這個飯店離 這個叫做資本溪大概有80公尺 而且是高規格保護的堤房 那高規格堤房的保護是 每一個消波塊是25噸 是一個很大的高規格保護堤房 沒想到一個強降雨 不讓那些東西全部被沖掉 而且河川改道 那大家覺得說 古關的人為什麼要把飯店蓋在河裡面 他沒有把飯店蓋在河裡面 是河川改道 是河川改道 然後呢 你們都很清楚這個scenario OK 台風前 台風後 這個 小林村 小林村事實上後來 從大到高壁大橋 去把水位站的紀錄調出來 發現呢 這水位站呢 突然有一個洪峰 突然有個洪峰出現 所以呢 我們最後呢 事後判斷 像法醫一樣 我們事後判斷呢 有兩個字 發生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這個 限度山 山崩下了 滑下來 把這一部分的這個村落給埋掉了 然後把高屏溪給擋住了 形成一個燕塞湖 這燕塞湖 慢慢蓄 蓄到一個很大的水量的時候 這個燕塞湖垮掉了 把後面這一部分的人呢 也給沖掉了 所以在下游的高屏溪的水位站 就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洪峰 所以小林村這兩個呢 可以加在一起的 山崩 再加上燕塞湖的一個潰坝 OK 同樣的場景呢 在台灣 中台 南台灣就是這樣子的 南台灣 你看這個廟 就在這麼一個大的中台裡面 這個是我們台大一個綜合災害中心 我過去在台北線 我們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清澱的一個崩塌地 上面有一個崩塌 我們去台大去幫台北線 我的左手幫我的右手做一件事情 我們來模擬會怎麼樣 我們先去做沙遠的調查 有多少泥沙 然後各種的scenario 下多少雨它會下來 然後你會發現 你可以看 這是我們的計算 真的發生圖十六 它就是這樣 這個教堂只有兩分半可以逃命 最遠的這些人 有七分鐘可以逃命 我們國家從來沒有這張圖 這張圖是幹嘛用的 這張圖就告訴民眾 當你覺得不對的時候 拔腿就跑 千萬不要想要回去拿存折 絕對那不行 這張圖就告訴這些戰友 你不能再回去 現在我們從來不去做這張圖 這張圖是誰做的 是你們該做的 這叫做地理資訊系統 這個是整個未來復健 重建 整個防災最根本的就是這張圖 所以我前三個禮拜前 到國民黨總統我已經講 我事實上就跟他們講這個 你沒有這個東西 你要做什麼防災隱形 那就是行李 你們根本不知道戰友在哪裡 戰友也不會聽你 為什麼 憑什麼你告訴我 不能回去住 我把這張圖放給你看 就知道你真的不能回去住 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那這就是我們台大過去跟台北縣的合作 就是我用一個龐大的資料庫 來支撐我們整個防災的運作 那這就是我們的復健 這一個呢 921的時候斷掉了 2004年修回來 2005年斷掉了 2006年修回來 2008年又斷掉了 每一次斷掉 死個8個人 每一次修回來花2億 我們就永遠在幹同樣的事情 從來沒有人要去談說 我們是不是這條路 就把它封掉了吧 裡面不要住人 但是裡面不要住人 那你叫這些人吃什麼 叫這些人做什麼 所以政府要拿出來 配它出來 就是說 假如我們的醬是300毫米 無所謂 你要幹嘛都可以 我們現在碰到這個3000毫米的醬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必須要面臨的 我 我也可以跟各位報告呢 我們的重建預算 那事實上我是反對 重建預算 我從頭到尾都反對 為什麼 你們知道重建預算是怎麼編的嗎 重建預算呢 1200億 這個數字也不知道從哪邊來的 然後呢 經監會 我們剛好在經監會開會 就打電話給每個部 在下午2點以前 要把預算爆出來 湊個1200億 就出來了 然後呢 那出來以後呢 所有人 媒體就拿著槍 就是逼著立法人 一定要通過 不通過就不愛台灣 所以我們1200億 這樣通過了 兩個小時 你要抽出什麼預算出來 第一 你根本搞不清楚哪地方可以住人 哪地方不能住人 你怎麼可能變出預算出來 然後呢 一邊出來 更好笑的是監察院 一個月以後呢 開了一個會 請我去當委員 講什麼 講 檢討 這個重建的進度 結果我一去把檢討 給罵一個 我說你們第一個 預算剛好通過 第二個 你們在急什麼 他們連災區都還沒搞清楚 怎麼重建 第三個 這些公務員為了應付你們的調查 他花了兩個禮拜的寶貴時間 寫你們的paper 我覺得1.11億 所以我們台灣是 為什麼會舉災越來越多 就是